大家好,我是Sindy,欢迎大家学习S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主题是线程与多线程 那什么是线程呢?线程呢,其实是加瓦程序中的单任务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程序执行这种步骤它都是有顺序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并发来处理一个问题 而不是按顺序去处理一个问题哈 那并发怎么解决呢?其实所谓的并发就是同时完成多个任务 那么同时完成多个任务的话呢,在加瓦中就是用线程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个任务都放在一个独立的 也不是说是独立,是相对独立的线程中去实现 那这个就是线程的概念 其实线程呢,就是加瓦程序中的 单任务流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普通的加瓦程序 很简单,test的e-man 在这里面呢,虽然没有线程 看起来没有线程,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主线程的存在 叫做man 如果没有这个线程的存在 好,我们直接运行一下,比方说runrso,它说no applicable 就没有这种主任务流,主线程流 所以man方法是加瓦应用程序中必须存在的一个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主线程之外,我们会有一个线程 那这个线程的话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加瓦是面向对象的 所以我们把线程也看作对象 如果有五个线程,那么我们就构造五个线程对象 有十个线程呢,就构造十个线程对象 当一段程序中出现了多个线程对象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多线程 其实多线程很好理解,就是多个线程对象 那么在加瓦中支持线程的这样一个类是什么呢 打开API看一下 它其实是存在于加瓦点LAN包下的类 叫做thread thread类的对象就是线程类的对象 好,举个例子 我在这里构造出一个线程类的对象 TH1 TH1的话,注意一下 这个只是声明还没有初始化 假设我是在构造方法中去初始化这样一个线程类 但是请注意,初始化一个线程类 我们用的是哪个构造方法呢? 用的是,哇,这里有这么多重载的构造方法 我们用这个吧,它的参数是一个runable的 它这个runable是一个接口 接口的话呢,必然会存在实现子类 比方说,我让test一类实现了runable接口 既然要实现一个接口,必然要覆盖它的方法 那么它有一个叫做run方法 接下来,TH1在构造的时候 注意,它的参数用的是this 什么意思呢?我构造一个线程类TH1 那么这个类呢,实际上是 我这么理解的,是托管 是交给test一类 这个test一类又是runable的子类 test一类这个对象来托管 那好,托管有什么用呢? 我在梦方法中去初始化 test一 好,TH1注意,叫做start start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动线程 我们不是说线程是单任务流吗? 当我们构造出一个线程类的对象的时候 线程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真正运行 什么时候运行呢?就是在启动的时候运行 当运行了start方法以后 既然它注册给this 那么就自然会去调用 是自动调用run方法中的代码 这个run方法中的方法体 我们把它叫做线程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程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执行什么样的步骤 那这些代码都在这个run方法中去完成 现在呢,我这里只写一句话 就是线程运行了 OK,那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运行过程当然是从主线程开始 主线程中只有一句代码 就是neotest1 那么自然而然会去调用这个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中初始化了 现成对象并且启动了这个现成对象 启动之后呢,实际上是会自动调用run方法 run方法中只有一句话 打印线程运行了 好,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OK,果然执行了这个线程体 既然这个线程对象在这里启动 那他什么时候死亡呢? 这必然会涉及到现成的几个周期 分别是现成的生命周期 现成的生命周期 分别是新建 就是new new的时候 第二个呢是runnerbo 或者说是运行中 第三个是notrunnerbo 第四个是dead 死亡 这是现成的四种生命周期 当然也就是指现成对象 第一,new就是构造 当我执行了这一步 new一个thread类的对象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他的新建生命周期 那在新建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并没有启动的 那什么时候启动呢? start的方法启动 启动之后会自动调用run方法 run方法完成之后 记住他会现成对象会死亡 好,那什么情况是notrunnerbo呢? 举个例子 我在run方法就是这个现成体中 用什么呢? virtue,死循环 死循环中去不断的执行一句输出 现成运行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 死循环如果是在主程序中 肯定就让主程序就无限运行下去 就不可能再执行到最后一步 但是呢 很多时候啊 死循环又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的监听程序 我们始终在监听某个端口 是否有连接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是用一个死循环 在执行 但是死循环是相当占用 计算机的资源的 那么如果既要他维持这种 始终监听的状态 但是又让他定期的去释放一下资源 那么我们就会让现成进入not runable 就是非运行状态 那么其中一种状态就是让什么呢 让现成对象睡觉哈 睡觉的参数是毫秒 比方说我这里让他睡眠500毫秒 因为这个睡眠方法哈 是强制try catch的 好,我们加上try catch 接下来执行一下 好,当我们启动现成会调用run方法 run方法又是一个virtue OK,我们看一下这个执行效果 也就是说他会输出 哈,现成运行了 同时睡眠500毫秒之后 继续输出现成运行了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他 不那么快 哈,睡眠1000毫秒就是一秒钟 OK,他的速度 间隔速度就会慢很多 那么这个哈 就是现成的非运行状态 其中之一就是sleep,睡眠 实际上呢 让现成进入非运行状态 有很多种哈 比方说睡眠 再比方说呢 阻塞,阻塞是什么意思呢 有多个现成启动的时候 大家都堵住了哈 哈,可能在调用同样的资源的时候堵住了 怎么办?就跟堵车一样 那大家都停在那里等待 那这也会进入not runnable状态 哈,同时呢 呃,还有其他的 就是我们强制现成同步的时候哈 让他排队之类的 OK,也是进入not runnable状态 好,这个就是现成的生命周期 那么讲完现成的生命周期 同学们可能会问 诶,我们这次课不是讲多现成吗? 为什么我这里只有一个现成对象呢? 好,那如果是多现成 其实特别好理解 就是出现了多个现成类的对象 那么我在构造方法中 好,同样构造出来 那么现成体也是 Z4哈 Z4的runn方法 就是test1 也就是说 呃,如果我既启动了 这个th1 又启动了th2 那么他们在6的时候 都是交给test1对象 来执行现成体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都进入了runn方法 那问题来了 好,我把这段代码杠掉 我怎么知道 当前进入这个runn方法的是 哪个现成呢? 好,实际上 thread类有一个 有一个方法叫做 current thread current thread 也就是说 这个方法是可以判定 当前进入runn方法的 现成类的对象 那if这个th啊 因为我这个th1和th2 都是用成员方法来声明的 所以这个runn方法 是可以在这里用的 如果 th是等价于th2 当前进入的是th1 或者是当前进入的是th2 那么我都 输出一句话哈 改了 这个叫th1线程运行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th2线程运行了 那接下来我这段代码中 就相当于有了两个线程对象 运行看看 OK 那么th1启动 进入runn run的话呢 首先获取一下 当前的线程对象是谁 如果是th1 那么输出th1线程运行了 如果是th2 输出th2线程运行了 现在我们的输出结果是这个 实际上runn方法是执行了两次的哈 执行了两次 OK 这个就是线程与多线程 Java中哈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课的内容哈 在Java中呢 支持线程类的 有两个类 分别是 应该是叫一个类和一个接口 分别是thread类和runnable接口 thread类呢 构造thread类的对象 实际上就构造出了线程类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它在初始化的时候 一定是要交给某个runnable 或者是thread类的子类对象 来执行线程体 那么这个子类就必须会有一个run方法的存在 那当我们启动线程的时候 就自动进入run方法 哈 运行整个线程体 运行完毕之后 线程对象死亡 哈 但如果线程对象 线程体一直没死亡 就比方说我们用了一个死循环 那么这个线程体对象依然会存在哈 好的 线程的生命周期分别四个 兴建 运行状态 非运行状态 和死亡状态 好的 这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同学们记住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